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英文靈異 Hi 大家好,我是二建玲,我們又在2020年相見,今次我們是講,香港理工大學靈異事件。 據說當年李大校社建築時 有一個工人失足 以致跌落去空地 他可能即時暈了 以致沒有人發現 其後其他工人在吳芝晴下 以石屎鋪上該空地 由於當時沒有人知道 他屋企人時候就只有報警 可惜沒有用 後來有不少理工的學生 在這個校園唯一的草地聊天 日頭已發現有紅色液體從草地流出 初時不以為意 但是一到晚上 不少夜班的同學 在經過草地時 見一男子滿身石屎 有人好奇走向那道 但是一走到去 就不見了人 件事不斷出現 學生事務處在日夜校的投訴下 終於派人產起草地研究 竟然發現一具屍體 自此以後 有同學就見到有一男子夜晚在草地上向路過的人行禮 可能是致謝啦 另外,里大的工程學院 現時面臨拆射的 Main Building附近 當年據說有兩個同系同學 在校內認識 同時感情一發不得執拾 在未畢業時已經施定終生 雖之那個並不是九十年代 而是仍然保守的歲月 況且男的又生於一個窮困家庭 固然受到女方家人的白眼 但是愛情就在越壓迫越爭取下成長 她們的感情日益千里 而且亦以豬胎暗結 可是窮小子想也想不出點呢 女友的肚皮又一日大過一日 未婚生子實穩避人子子點點 在萬年驅灰下 她們只有一季西枝 自殺的地頭就顯現在里大地底保安中心旁的樹上 那個女友並不是一個多人出入的地頭 而且那個時保安部又未以該處為辦公室 後來怪事就出現了 她們的同學上課的時候 有時會用上該大樓 一夜在放學的時候 有一同學在上層乘電梯 本想在地面那個層出 可係電梯竟然飛站至地底 電梯門一開時 那位同學只見兩名去世的同學在電梯外對她微笑 大驚之下按了關門際 及在按地面 可係門一打開 又見到是 她們不經不覺間只見金星直閃 人只得雲原倒地了 後來她更大病一場 大學為免再有人見到這般景象 就只好將有殺氣的保安部及關帝 搬至那個處側邊辦公 你問大學 她當然說真無此事 大家夠淡就夜晚去看看 看看有什麼不得思議的景象 好啦 時辰到 如果想經常見鬼的朋友 請讚好 和分享 最緊要訂閱我們頻道 要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一有新影片 各位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好 你們安息啦 再見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韌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